好 現在老師您進到我們的任務這邊 當然有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今天要錄影嘛 所以老師這個 這是屬於常識題 一定要會的 就算你不錄影 平常有在看YouTube對不對 那我問一下老師 我們看一下這邊 我們都知道YouTube這裡 有沒有一個數字 有一個叫畫質的數字對不對 請問這個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知道數字越大 品質越好 這個OK沒問題 但是它代表的到底是 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另有引擎 所以呢老師靠你囉 您選好之後 在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提交結果 好 您選好之後 請按一下提交結果 我們就可以知道 老師回答的情形 有沒有找到 在任務第一個 好 在OneNote裡面 任務第一個 您進到任務之後 延期講義這裡 把它打開 單元這個把它點一下 打開之後呢 您第一個就是了 就是這個 好 您選完您的答案之後呢 就把它提交結果就可以了 好 已經有五位老師做完了 不小心就看到了有沒有 這都是即時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 好 五位老師 先看看這五位 回答的情形 喔 寬度佔60% 這個 OneNote也不見得 一定要在電腦教室用 因為用手機 用平板都可以用 所以現在 有些老師 他在一般的教室使用的時候 事實上也是很方便 我想現在老師 應該很難禁止 同學上課滑手機吧 他要低頭 你要他抬頭 這中間有衝突對不對 所以你要他低頭 沒關係 至少你要回答 有沒有問題 那誰沒回答 有沒有發現我們看得很清楚 對不對 誰有沒有回答 所以這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看得到嗎 我有開放的話 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沒有開放 就沒辦法 老師可以看得到 那我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要開放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設定開放 不會忘記 我應該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設定開放 我把它開放一下 這樣就好 這樣每個 但是你可能要稍微重新整理一下 您把您的 按鍵盤上的F5 或者是瀏覽器 最上面這裡有一個 重新整理 好 您按下之後呢 在哪裡 您會發現 在您的 右手邊這邊 會有一個叫進度 在右手邊有沒有 任務的右手邊有一個叫進度 任務的右手邊有一個叫進度 你們沒有我那麼大顆 但是 大家 學遠還是都看得到 那你點進去之後呢 就會看到 每一個教材的閱讀情形 有沒有 只有跟我一樣畫面了 那你要看統計結果 就在上面這裡按一下就可以了 就上面這一個 就上面這一個 所以 我們現在大部分都回答完了 對不對 欸 怎麼辦 大多數人 多數人一定是對的嘛 多數人是錯的耶 哈哈 好 來我們公佈一下答案吧 這裡 您看喔 Youtube上面那個數字啊 到底是 寬度 高度還是其他 很顯然 有不少老師認為 我剛剛有 暗示 呵呵呵 可是我真的很單純 這個是錯的 呵呵呵 好 那剩下兩個囉 當然也不是寬度囉 答案是裡面的高度 欸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你看其實我們平常在看這個 Youtube影片的時候 不管是哪一個 喔我找剛剛 另外一邊 這裡 好 這裡 這個廣告就給它 好 你看這邊 老師您會發現一件事情 有沒有注意到 超過某一個數字之後 後面有一個叫HD 對不對 代表高畫質嘛 好高畫質 那麼 它 是怎麼樣的內容呢 你看 我們如果是360 就是指640 乘以360 那麼 240呢 320 乘以240 大家一定都聽過BCD 對不對 BCD就是這個 所以 知道為什麼BCD真的畫質 沒有那麼好的 那麼 上面480是指720 乘以480 這個就是我們大家 要聽到熟悉的DVD 所以我們知道DVD 確實比BCD好嘛 那麼你在往上走 那到這邊就是1280 乘以720 然後呢 這個是指1920 乘以1080 所以一般我們現在螢幕 通常都可以達到這個規格 所以這個我們又稱作Full HD Full HD 所以一般老師現在 比如說你家裡面買電視啊 液晶螢幕啊 電漿那個 都一樣都至少達到這個規格 那請問有沒有在上 在高的 有 4K 8K 現在都有 只是一般我們錄影的話 原則上啊 教學上錄影 我們主要就這兩個就夠了 因為你太大了其實老師在剪接 還有檔案大小 真的 會比較大 真的會比較大 所以原則上我們至少都錄到這邊 但是呢 有些因為我們接上投影機之後 老師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用Norbook和上課 接上投影機之後 畫面會不會變強 會對不對 因為那個會變1024x768 就是比較 就是早期的啦 那比較新的 當然它解析度還會更高的 可是一般大多數我們遇到的都是 接上去之後就變1024x768 所以我們錄影大概是這幾個 幾個解析度這樣子 這樣 老師有沒有覺得 有長姿勢的對不對 比較好玩齁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讓你這樣認識一下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 因為不管你要不要做錄影 至少這個是我們要認識的 好